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两位非常抗收拾的主演 非常看好胡诸夫人 感觉她有可能成为爆款的潜质 也因为胡诸夫人有这样的潜质 所以对她的其他方面也很在意 比如OST 要知道很多歌手的代表作就是影视剧OST 越是有成为爆款的剧 越是在意OST 邀请的作词作曲人一般都是顶级水平 保证了OST的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 在邀请适合的歌手演唱 有机会让OST大火 从而带动影视剧的热度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 比如周深的大鱼 张碧晨的梁梁等 实际上想到OST的时候呢 首先想到的就那么几个歌手 周深 张碧晨 胡夏 欲可为 毛不易 张杰 张亮莹等 因为他们唱的OST很多 多到一想到OST 这些歌手就会浮现在脑海 其中呢 又与周深的印象最深 因为随着周深的发展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会邀请周深演唱 周深都快要与OST绑定了 在今年尤其突出 虽然周深今年的综艺很少 但是他的OST以及晚会舞台可一点不少 造成一个现象 看到有晚会 先看看有没有周深 看到OST也会看看有没有周深 到了胡珠夫人的OST也不例外 结果发现还真有 胡珠夫人的片尾曲 《已无旁骛之吻》就是周深演唱 目前呢 这首歌曲已经发布 特意去听一下 周深一开口就被深深的吸引 感觉一下子就带入到了歌曲当中 听完之后有了一种淡淡的感伤 一首OST就如此 而OST又是根据胡珠夫人剧情量身定制 可以想象这部剧 连续剧呢 应该是挺虐心的 当然了 因为如此呢 感觉《已无旁骛之吻》 这首OST也有可能成为爆款的简直 于是更加好奇 除了周深还有哪些歌手演唱了胡珠夫人OST 结果没等多久呢 官方就公布了胡珠夫人OST全阵容 看完后发现 发现胡珠夫人OST一共有五位歌手演唱 其中四位是好声音学员 四位好声音学员中又有三位是好声音冠军 张碧晨会演唱胡珠夫人的片头曲《斜克》 而张碧晨是好声音第三季冠军 张碧晨呢 应该是好声音冠军中发展最好的一个 舞台很多 综艺节目也很多 OST还很多 还时不时的出一个爆款OST 因此呢 看到有张碧晨一点都不意外 而是感觉到理所当然 但是 看到另外两位好声音冠军呢 就有点小意外了 张磊是好声音第四季冠军 他会演唱胡珠夫人的插曲声辰 李奇是好声音第二季冠军 他演唱的同样是胡珠夫人的插曲 歌曲名叫做《醉花间》 作为好声音冠军 张磊 李奇只能演唱插曲似乎没什么 但《胡珠夫人》不是一般的连续剧 它是有可能成为爆款潜质的 而这两位好声音冠军的热度并不高 只能算是不温不火 他们能给予胡珠夫人的热度非常有限 因此看到他们第一感觉呢 是梦想强音还挺给力的 一直在想办法让旗下的好声音学员有更好的机会 也说明呢 有些好声音冠军的发展可能没有一些好声音的学员好 但是起点确实高 在同一个公司呢 好声音冠军的待遇会更高一些 作为好声音的观众 虽然看到张磊 李奇有些惊讶 但是从心底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好声音学员能够发展得更好 多出现几位像周深张碧晨这样的学员 最后一起期待胡珠夫人 一起听胡珠夫人OST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